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呢 这个雪州的州大臣 南产的一个礼拜终于生出来了 依然还是由元任的这个州大臣 阿米鲁丁 OK 大家不知道搞错啊 深美兰州的那个州大臣叫做阿米鲁丁 然后这个雪兰俄州大臣叫阿米鲁丁 名字非常的像啊 OK 依然是由元任的那个继续做回 OK 这个六州选举啊 其他五州的州大臣早早就出来了 只有这个雪州呢 拖了一个礼拜多才出来 如果我说这中间没有茅逆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相信啦 OK 只不过呢 里面有什么茅逆呢 真正的来龙去脉呢 没有一个人说的准 肯定是他们内部的秘密啊 连我我也是不知道啊 OK So 我们来猜测一下了 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其实是很明显的嘛 OK 不难猜啦 老师说啦 怎样说呢 就是呢 这一次这个西蒙啊 在这个雪州的成绩呢 可以说是赢到非常的难看 本来呢是有多西啊 啊 五十多西二三啊 然后现在输到只剩下三十多西 连三分二都丢掉啊 是赢到非常难看的那种啊 然后当时呢 身为这个州务大臣的阿米鲁丁了啊 他肯定是责无旁贷了啊 一定是给人家骂的啦 一定要承担责任啊啊 所以这种时候呢 很多人呢 会这趁这个机会呢 叫他下台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了 就要像这个阿玛加弊啊 一一九大选惨败啊 全部人就趁机叫他下台 现在这个六州州选啊 这个巫统还是惨败啊 巫统还是又有人啊 要酝酿让他下台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说这个阿米鲁丁 他在这个雪州成绩呢 赢到太难看的话呢 你说内部有人传出声音 要他下台换人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啊 很正常的事情啊 就算没有人要你下台都好 你总该要出来 负责任说几句话说 这次我们错在哪里 我会检讨 我要怎样讲 起码也要吧 OK 所以 这个不是什么 太大的问题了 我只能说是人之常情啊 OK 然后 重点是呢 现在结论出来了 还是这个阿米鲁丁 做回 也就代表呢 再大的人事纠纷呢 到最后呢 都有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呢 维持原来的 那一个人 做回州务大臣 所以 有这一个 结果的话 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呢 这个雪兰二州公正党内部的人事问题 即使闹到再大 到最后 也终于可以解决 不至于像之前啊 阿执敏这样啊 带着 十多个国会员一起出走啊 没有这么大的矛盾啊 我觉得 我们可以结论一句 这可能是一个蛮小的 纠纷 然后呢 纯粹是因为 这一次这个 阿米鲁丁在这个雪州带领的战绩 太过惨不忍睹了 啊 所以 呃 人们 就算不是很有心要推翻他 提出质疑一下 啊 也是可能的 啊 如果 内部真的是有人提出质疑的话 这样这个州务大臣的人选 自然而然就是难产了 啊 就是说 给你做回啊 啊 好像有一点不对的 啊 你又这样又那样 弄到我们 赢到这么难看 差一点输掉 然后啊 就这样叮叮咚咚啊 就过了一个礼拜了咯 这是很正常可以推敲出来的事情嘛 是不是啊 so 啊 不管怎么样 啊 我只能说四个字 陈埃洛丁 今天阿米鲁丁在这个雪兰尔皇宫 在这个雪兰尔苏丹面前宣示了啊 就代表了啊 这个阿米鲁丁呢 是这一届法定的这一个啊 州务大臣啊 打风都打不掉 除非发生西兰尔的时间之类了 但是在雪兰尔州是很难啊 啊 再加上雪兰尔州已经有反跳槽法了啊 所以你要通过 西兰尔的方式来推翻这个雪兰尔州政府 近乎是不可能的啊 啊 ok 除非啊 整个雪兰尔州的公正党啊 集体跳槽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不可能自己推翻自己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啊 我就说陈埃洛丁啊 不管再大的人士问题都好 到最后还是阿米鲁丁做回州务大臣 也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会回到真魁啊 之前大家朝来朝去都好啊 也都必须以阿米鲁丁做回这个州务大臣为一个终结点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